四十四年前轰动全球借尸还魂的那件灵暗的男女主角 少女朱绪华被杀冤魂不息 借了这位病妇林网妖的尸体还魂 岁月无情 这位历尽风霜满脸皱纹的吴秋德先生 无法忘记在一九四九年当天 同床共寝的太太林网妖 被一位她完全不认识的少女灵魂所借用 长达四十四年之久 她向摄影队讲述当年的灵案 她的太太林网妖 在医生会诊 证实在全无疾病的情况之下昏迷欲死 一个晚上林网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坐了起来 说自己已经患了另一个人的灵魂 那是一位在百里之外 在金门被海盗推下大海 惨被淹死的朱绣华 届时环魂被各国记者争相报道 灵魂学家纷纷来台测试 当年这件事引起灵学界很大的回响 经过多方测试 依然无法推翻 外国灵魂学的研究 也对这件事有详尽的记载 而朱绣华一夜之间 由一个普通的村妇 变成一位国际医学的试验对象 遇到这些难得一见的灵界案件 我是绝对不会轻轻放过的 我不断提醒自己 要以客观而审慎的态度 去追寻真相 于是我亲自去卖聊去 明察暗访 终于找到了几位当年的目击证人 李网游当天死的晚上呢 曾经有什么疑言呢 吴秋德的侄女吴蜜贵 目击了整个届时环魂的过程 见证了一件灵界的怪事 这位当然跟吴秋德先生在一起工作的苏先生说 朱绣华届时还魂之后 甚至连母亲也认不出来了 可是能够叫出她的名字 为什么呢 原来在没有还魂之前 鬼魂一直停留在吴秋德跟苏先生一起工作的地点 所以他们早已经有庶面之缘 吴秋德的同床好友徐老福说 李网游在过世以前 是一个性格朴实 目不识丁的乡下女人 可是换了朱绣华的灵魂以后 不但衣着摩登 而且知书势力 为吴秋德的建筑公司管理整盘生意 简直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眼看这两种极端的性格 先后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开始感觉到莫名其妙 后来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戒失还魂了 为什么这里的村民 相信李网游不是神经失常呢 吴米贵提供了几样有利的证据 我现在就不请问 我现在就不请问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的考验 现在是一边 他身上的结枉 他说呢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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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组三 以前那个呢 就很喜欢组寒的 那现在这个呢 就成了组寒夫的 不组寒 这个 很感慨的说 借尸还魂这四个字 曾经让他恰恰做了政治犯 接下情 眼前人曾经借尸还魂 上天 上天为什么对他特别厚爱 让他在别人的身体里面 再续尘世未了原 长达半个世纪这么久呢 在我们一再请求之下 朱绣华依然拒绝泄露其中的玄机 我们非常失望 无计可施 只好表示暂时回避 在隔壁的震天宫内 我诚心上香 想不到香蕾被烧完一半 奇迹突然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K 借用别人的肉体44年 朱绣华切身的感受 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访问和资料 原来他曾经这样说 我占用别人的肉体 就像住了别人的旧房子 怎么会觉得舒服呢 况且用这个身体之后 要担起林莽腰的生活担子 扮演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角色 说起来 真是有点后悔 再度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问及他 有关当年被截杀的同性 他欲言又止 淡出泪光 我跟尼淑君也看得出来 他是不想再提这痛苦的欧阵 我们又怎么能忍心再苦苦相逼呢 最后 他对我说了一件 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经验 当天他的魂魄 首先寄存在张里墨黄爷庙三个月 然后 遇到一团神秘的白光 借着这股力量 使他能够进入阳寿已尽的 林莽腰的肉体 过程竟然长达21天 这段经历令他痛苦难忘 在我追查 届时还魂这件灵暗的过程当中 我发觉冥冥之中 是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这件事 那他又见到观众人本样是怎么样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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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姿后就 你更过 这两 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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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го 你 我 你 你 你 朱续华 朱续华跟很多死后复活的人一样 都异口同声地说 死后看见一条光柱 这条光柱就会显露几种不同的颜色 进入不同颜色的光柱里面 就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各位观众 如果我现在邀请你做出选择 你会选什么颜色呢 其实这些不同颜色的光柱 是代表六道轮回 如果你选白色的光柱 那么就要恭喜你了 白色代表无我是天道 也就是俗一所说的神仙世界 想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依然会有天人五衰 再度痛苦死亡 重入轮回之苦 选红色的光代表心存贪念 过分执着 是恶鬼道 那些孤魂野鬼就是来自这里 如果你选择蓝光 那就更不恭喜你了 是畜生道 对情与性爱过分热衷的人 很容易受到这种光线的引诱 如果你选择绿光 是阿修罗道 会变成上人身 是耗用斗狠的神灵 选择黄色的光代表你难以隔舍 世间的物欲 不过因为种下了很多善因善果 所以下辈子又再重新做人 选择黑烟代表你有很多罪念 要入地狱道 不断要受苦受刑受审判的感觉 如果你们今天选择错了 不要紧 若干年后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